转眼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 五个多星期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更新系列信息 来到了第六个主日 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讲 虽然我们只经过了 差不多好像五个星期的时间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非常的感恩 让我能够看到 听到 经历到 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改变 让我们真实地能够开始体会 其实信仰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生命的祝福 其实这个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我作为牧者来说 最开心的事情 也是我最想见到的 不是那个好像我们人有多少 我们的聚会有多么的热闹 恰恰是主要我们的每一个人 我们能够生命更新的变化 让我们越来越更好的成长 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 我相信这也是主最想看到 也是我们所做的 最能够让他感到欣慰的事情 所以这段时间 我想提醒大家 我们可以证明一件的事情 只要你我能够有专注 有意识 有目标 然后我们不在那种单打独斗 而是在一个群体里面 我们可以委身在群体里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操练 彼此的造就 彼此的帮扶和问责 我们生命的更新改变 不是捕风捉影 不是水中捞月 是真实可以发生的 当然特别在这个时候 当我们感受到成长的喜悦 我们开始有活力的时候 我想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警醒 因为这个魔鬼撒旦 他绝不会甘心 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跟随耶稣 真正的能够来敬拜 尊崇我们的造物主上帝 他会千方百计 圣经告诉我们 千方百计的来阻挠我们 干扰我们 让我们能够 然后变泄气 让我们放弃 让我们能够潜尝则止 甚至让我们走偏了道路 所以今天在我们系列 更新系列信息结束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到罗马书第十三章 最后的两节 这也是你可以看到 罗马书当中 门徒新生活教导的最后的结束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小节 和我们最起初开始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你可以看到是互相呼应的 让我们一起能够来领受 主要给我们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提醒 因为你知道 我们的更新系列信息会结束 但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更新 不能够停止 还要继续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 这段的经文 罗马书十三章 十一到十四节 我念给大家听 还有你们要知道 现在正是该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在比初醒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所以我们该除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 要端正 好像在白昼行走 不可荒焰醉酒 不可耗色淫荡 不可纷争嫉妒 总要披带主耶稣基督 不要只顾满足肉体 去放纵私欲 这段的经文我们仔细读下来的话 你会发觉跟我们前面其实提到的 很多的都有相互的辉应 但是特别在一开始 他要提醒我们 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不能够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我们要能够醒过来 而且不单单要醒过来 我们要能够保持清醒和警醒 你会发觉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能够得着完全的拯救 那个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主耶稣要回来的日子真的近了 尤其在这个时代 就是现在我们的处境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种波及全球的疫情 能够不断地泛乱恶化 然后你发觉 当人类发展到今天 好像我们的科技技术 好像文明达到一个 好像很鼎盛的时期 但是我们人类的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更加地恶化 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冲突仇恨 然后那个战争 环境的污染依然恶化 所以给我们有更深切的感受 真的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 然后可能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会感到特别特别的黑暗 所以在这里我想特别地提醒大家 越是像这样 我们越不要灰心丧气 你发觉我们跟随主的路 就像我们走过一个隧道一样的 肯定会通的隧道 你发觉特别黑的时候是什么呢 恰恰证明你已经走过了一半了 出口就要到了 光明就要来到了 所以下面无论我们听到和面对 各种各样什么可怕的消息 什么可怕的景况 景况我们都要比以往更加的警醒 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要慌乱 不要沮丧 更不要破冠破摔 接下来你看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的 专注的是什么 它说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 换句话说 跟我们前面学习的非常的一致 告诉我们门徒要专注的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积累知识 让我们的认知 好像能够更多的能够增加 而是要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 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改变 而且在后面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 要我们离弃的 不要效法的这个世界的模式就是什么 只顾满足肉体 放重私欲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清楚一点 这里讲的肉体 不是指你我身体的那些的需要 我们需要吃 我们需要有预乐 我们需要有放松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指那个败坏的老我 一心要追求满足自己的私欲 这里圣经当中给我们挤了三个的例子 它放在一起 告诉我们不可荒厌醉酒 不可好色淫荡 你发现这里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那个无限制的 那个自我的满足享乐放重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就像我们第一讲提到的 那个流行文化 那个奶嘴乐理论策略 它要给我们的 我们就在这种好像很享受的过程当中 其实无关痛痒的这种的享受当中 你不会再有其他的思考 填满你的脑子 填满你的生活 接下来还有一个叫我们不可纷争嫉妒 你发觉这都是老我最清楚的体现 那个老我的野心 骄傲 一心地追求自己的名利 以至于造成我们彼此的纷争嫉妒 所以在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生命的更新改变 指的就是不要再让那个充满罪性的老我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掌权 控制我们 让我们的私欲 控制我们的形式为人 更能打交道 控制我们做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决定 而接下来第三点让我们看清楚的就是 要我们能够依靠耶稣 活出向耶稣的生命来 意思就是什么 叫我们披戴耶稣 你发觉披戴耶稣就是告诉我们 要我们必须真实的 让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让我们的那个新生命 圣灵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不断地能够长到 可以长成像耶稣的声量来 对啊 整个这个今天这两节的信息 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必须要警醒 我们要更新改变 我们要离弃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而且非常重要 我们的生活要体现出我们已经改变了的生命 我们改变生命所体现出来的这一切 我们天国文化的价值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组织成小组 我们的小组生活一定要结合 查考圣经和我们的生活实践放在一起 不能只偏废一边 当然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特别是这个对信仰认真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的 其实上面提到那些改变 其实都是非常的不容易 甚至会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如果你仔细思量一下 你会发现 我们每个人 如果让你我去处理一下一些我们工作 工作当中的一些的难题 要什么公关什么课题 要教你做一个好像天大的工程 项目 甚至征召你我上战场去 这些听起来好像都很困难 但是你发觉 其实很多人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对不对 不管你愿不愿意高不高兴 你都做得到 但是要你我愿意去认识和承认你我自己的软弱 我们那个恶性恶行恶习 我们那个自私自利的心 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做法 特别还要我们能够完全的改变过来 听起来简单 但是却非常的困难 其实对一些人来说 甚至是什么 不可能的事情 难怪我们有责能这样告诉我们 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敌人 不是外面的事情 不是外面的挑战 乃是我们自己 其实你发觉 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 就要你我去诚实地去承认和面对 这也是可以告诉到 这也是我们信仰 耶稣来到这里 真正要帮助我们 面对和解决的深刻的问题 不要再让那个顽固 必然带来灭亡的老我 成为我们的全部 以至于我们死亡的时候 我们就会以上帝永远地隔绝 但是你会发觉 承认是一回事情 但是要胜过 你发觉就需要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跟随耶稣 而且要你我努力做好我们每个人 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该做的事情 但是这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你发觉我们往往可以坚持做一段时间 我们一段时间内 我们可以全心地投入 我们能够吃苦耐劳 几天拼命学习干什么 你发觉谁都可以 难在哪里呢 难在要我们天天做 坚持做 特别一到一些失败挫折打击的时候 你还仍然能够不放弃 继续爬起来 继续去做 这就不简单了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经历 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听到一个信息 在交谈当中被刺激了一下 哇一下子兴致来了 干精十足 拿起圣经 读圣经 按时灵修 参加小组 祷告会 哎呀崇拜 教会生活 什么一个都不浪 而且呢 你发觉 一段过了几天 那个果效还出来了 很明显 让自己觉得很开心 但是呢 突然过了一两天 家里面或者你的工作上面 出了一点点的小状况 就打了一个岔而已 没什么大事情 你就有点放松了 然后呢 加持你的日子呢 又过得也比较平顺 你就开始有点点漫不经心了 在后面再过一点点呢 你再经历一点点的挫折呢 你就发觉你很容易一下子就气馁了 你那个一时的热情啊 一下子慢慢慢慢就消退了 消散了 更糟糕的是 那个后自己呢 我还做点带领的工作 就开始会变得战战兢兢的 生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出了点什么问题 让别人看出来怎么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发觉 其实自己内心已经发觉不对了 外面还要装出来 表现出来非常好 结果呢 你发觉搞得自己 还有我们整个的群体 大家都很紧张 没有动力 活力 更谈不上 不是跟随主的喜乐 这就是我真实的经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如果没有呢 最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值得我们大家能够特别的留意 通过上面的经历 让我能够有更深的思考 我就发觉 从我的生活和服饰当中 我观察到一个我们生活的规律 生活的规律是什么呢 你会发觉没有人会愿意 为一个不清晰的目标 一个没有结果的目标 去奉献时间 精力 更不要说能够不懈地去努力 甚至还要叫你付上代价 这是不可能的 跟大家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告诉你 来 我们一起努力 让你成为美国总统 你会努力吗 你可能不会努力 因为压根不可能 第一个你就没生在美国本土 你就不可能 另外一个那么多人 只有一个人不会 不现实 那我再换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说 让我们一起努力 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 好不好 你们倒也会说好的 但是你会发觉 你一定不能够持久 然后不会有果效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目标 一点都不清晰 什么叫做好工作 什么叫做理想的工作 你带着你的兴奋 你可以坚持了一两天 我学习 学这个目标到底在哪里 你不清楚 过两天你一疲累 算了不要 干脆不要做了 但是如果说 你已经在一个行业 工作了一段时间 你有了经验 你也了解到自己的潜质 你说我要成为 这个行业当中的项目经理 我要为这个努力 我要学相应的工作 相应的知识 我要积累相应的经验 你觉得你会达到吗 我可能会达到 就会坚持 遇到挫折 你也不会放弃 你也会往前走 回想起我当时 跟随主那段的经历 我就发觉 我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虽然有一点点认识 但是目标非常的模糊 甚至是错误的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 参加教会生活 查经聚会 那个能增加我的知识 然后可以让我的生活 更好一点 如果生活当中 一点点什么问题 不愉快了 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可以让我不开心 变得开心 甚至呢 如果我足够虔诚 上帝能够把我的 近视眼给医治 大家相信吗 那个时候 我真的努力为这个祷告过 甚至近视祷告 但是结果 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还在带着 所以你发觉 在那个时候 我自己经常是 靠着我的意志力 还有一个 就是那种宗教责任感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 我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靠这样的 一点点的责任感 因为我原来就是个负责任的人 我又责任感 所以来到教会 我也要这样 我们靠着这样的去跟随主 过我们的信仰生活 其实你会发觉 这个路走的是很艰难 换句话说 很枯燥 因为我们也得不着成长 但是随着后面 感谢主的恩典 带领我一点一点的 不断地从这些误区走出来 在这个群体里面 有人帮助我 有导师帮助我 弟兄姐妹和我一起 我们一起成长 我慢慢地发觉 我才知道我们读经聚会 你的查经讨论 绝不是因为宗教的义务 也绝不只是了解一些的圣经故事 增加你一点点的知识 圣经知识 而是能够认识这位上帝 认识上帝差来的耶稣基督 而且包括很重要的 包括认识上帝的救恩计划 更确确地来说 就是让我们能够抓住 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应许也有可以这样说 你发觉这就是后面 罗马书接近尾声的时候 保罗特别特别强调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在十五章四到六节 还有十三节那里 这里告诉我们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 要使我们借着忍耐 和因圣经所生的安慰 得着盼望 但愿赐忍耐和安慰的上帝 使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为使你们同心同生 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归荣耀给上帝 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的真理 我稍微读了一点点 最后一点 愿赐盼望的上帝 因你们的信 把各样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所以弟兄姐 我们这里看得最清楚的 最突出的是什么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也要跟随耶稣 你看看他要让我们得着盼望 大有盼望 甚至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 他是次盼望的上帝 英文讲得更清楚 The God of hope 这是我们的主 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盼望 或者我们可以说应许 那么也应该是我们尽力追求的终极的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的盼望是由我们大能信实的造物主上帝他担保 告诉我们绝对会实现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 没有任何物 没有任何事力 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拦阻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盼望 有了这个清晰的目标 你发现我们才有可能能够去面对艰难挑战 而不会放弃 不会松懈 反而我们能够经历喜乐和平安 也不会再看你我的软弱 哎呀 我跌倒几次 没有关系 只要你跌倒了 你再爬起来 而且主告诉我们 就算你我失掉了生命 我们仍然可以得着这个应许和盼望 所以弟兄姐妹们 要我们能够 我们要能够继续往前 能够持续地成长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特别的需要来厘清楚 这个能够带给我们持续专注 带给我们动力活力的真盼望 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 我们在第一讲里面谈到的 那个撒旦和世界 他所用的策略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他的策略 就是什么 掉包和麻痹 他就是要以假换真 让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经常错误 追求错误的东西 把上帝永恒的祝福 用这些世上非常短暂 必朽坏的福乐代替了 然后带给你我 以为在追求神 但是不断地经历那些的挫折 失望 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你我灰心丧气 浑浑噩噩 故事进去 不再认为主的道是重要的 是值得我们去遵从的 所以下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第一 我们首先要来区分好 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什么是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期望 这一点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那些期望的特点 我发觉我们弟兄姐妹 经常把这两样东西混淆在一起 我们看一看我们人的期望 不等于真实的盼望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人的期望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帮助我们能够理清楚 第一点 你发觉我们人的期望 都是从我们自己的需要出发 从你我自己的需要出发 我想要得到什么 我想要解决什么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要找到一个 我所喜欢的好工作 我想找到一个我合适的对象 我想让我的疾病得医治 当然我们也会包括 我的生命要成长 我要能够不发脾气 这些都是期望来着 还有第二个特质 就是这些的期望 都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你会发觉 比如说这个问题 一天 两天 一个月 还是一年 有一个期望 我希望在这段时间 能够解决 比如说没有一个人会期望 我找对象 到我90岁的时候 不会 你一定可能在近几年之内 我想找到对象 而且第三个更重要的是 你不会知道 你的这个期望是否会实行 所以我们经常 有些弟兄姐妹 我们错误地解读圣经 就是我期望 我信就能够读 所以我们没有明白上帝的心意 当然在这里 我特别提醒大家 我们不要走极端 我们信主的人 不可以有人的期望 从来不是这样 没有这回事 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当然可以像孩子一样 来到父亲面前祈求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要把一切都专注在我们的期望上 把你信仰整个的重心 放在你我自己的期望上 上帝是不是真实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得到解决 我是不是得到一个好的工作 我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好对象 我的病是不是能够得到医治 你发觉当我们像这样做的时候 你我很容易会被迷恶 很容易会被绊倒 而且很容易会绊倒别人 甚至让这个过程当中 让你失去信心 你得不着上帝真正要给我们的 甚至会让你认为 这个上帝不真实 他不爱我们 我还去找一找那个国去好不好 那个庙可能更灵一点点 发觉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可以去祈求的 上帝爱我们 他也会心疼我们 就像我们一个孩子 我们会祈求的 所以我们如果上帝成就了 我们感恩 不成就呢 也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上帝按着他的智慧 要真正给你我的东西 我们要有意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渺小的 都是很有限的 只有我们不是上帝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经验 都非常的有限 人生其实有很多的奥秘 其实我们不知道的 而且很多的时候 你我的生活经历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在某个期间 某个时间 某个阶段 我们以为好 我们以为对我们的生命 必不可少的 其实并不一定 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并不一定真正给我们带来祝福 反之也是亦然的 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以前听到的 我本来想找到的 今天没找到 但是我听到这个故事 就是讲有一个弟兄 他有机会去应聘一个 他自己梦寐以求的职位 他已经在这个职场上 已经做了很久 也蛮有成就 那么他志在必得 也不住地向主来祷告 而且在前面 那个激烈的竞争过程当中 大家知道好多大公司 他不是一轮面世的 好几轮的 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 他一路简直是过关斩将 真的是 好像这个单位也很看重他 他相信主必赐给他这样的工作 带着信心往前走 结果在最后一轮里面 他输给了对手 最后是以这个工作失之交底 他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沮丧 他埋怨主 为什么 这个工作那么的合适我 就是我梦寐以求的 我有了这个工作 我可以更好地服侍你 甚至他后面开始怀疑 怀疑这个主到底是不是存在 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 结果几天以后 一个震惊世界的惨剧发生 这天是什么呢 那天是2001年9月11号 而他自己所应聘的公司 就在纽约世贸大楼中心的高层 他所认识的不少人失去的生命 感谢主 这位弟兄借着这个经历 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反思 然后其实真正正改变了他的生命 让他从一个那种求福的宗教徒 宗教徒能够被更新改变 成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其实他有时候不给我们什么东西 只是为了你我的好处 甚至让你我经历一些生命当中的难处 只要你有属灵的眼光 其实我们回想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例子 难道不是吗 都是在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 让我们的生命更长进 让你我变得更成熟 更能够去应对人世间各种各样的问题 下面一个 我们要分清我们自己人的期望 和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真的盼望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很重要分清楚 一些假的盼望 和耶稣主耶稣圣经给我们启示的 那个真正的盼望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假盼望 假的盼望呢 很多时候来自于一些我们自己的认知 来自一些的传统 但是没有很清晰的圣经的根据 甚至是一些错误的解读 那么在我们上面一个系列信息 重启信仰之中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假的盼望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今生得享受 然后我们死后能灵魂上天堂 至今我觉得我感受到 在很多的基督徒当中 仍然怀有这样的概念 以至于让很多的异端邪说 很容易来夺走这些的人 特别是成功神学 你会发觉这里告诉我们的是 如果我们坚持这样是我们的盼望 你会发觉很多人以为 只要我做了一个觉知祷告 我洗礼了 我就是信主了 然后我就拿到了死后上天堂的门票 而且只要我信了 上帝是我的天父 他就该爱我 就该对我好 就该在今生让我得着享受 得着名利 然后更重要让我避开一切的困难 那些不顺心不开心 都有挑战的事情都会要拿去 而且只要我能够上教堂去做礼拜 然后奉献金钱 你会发觉成功神学特别强调这一点 你要多多的为他奉献钱 然后你就会得到更多的祝福 然后你祷告也是这样的 但是你不用太努力 耶稣已经为你付了一切的代价 你不用努力 不用努力去明白上帝的心意 律法 律法这些东西都是过失的概念 我们都是主的恩典 都是像这样 而且不用费什么郡 什么舍己这些东西 是老掉牙的问题 我们哪要舍己呢 我们要更加的爱自己 上帝告诉我们爱人如己 打着这样的旗号 你发觉他们不会谈不谈 生命的更新改变 不用让你我转移那个老我 而且每其名耶 因性称义 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很大的挑战 弟兄弟 这样的信息混淆了我们 不用对你我现在的生活负什么责任 你我也不用能够做我们的努力工作 去贡献我们的力量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因为这个世界完了 最后神要把这个世界地球毁灭了 然后把我们这一群属他的人 带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天堂里面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 新天新地上帝的国降临在人间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历史 这给我们带来的假盼望 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下面一个 我发觉也是今天一个突出的假盼望 就是告诉你只要你我得救了 我们今生就可以活出完美来 只要你我信主了 我就应该什么都表现出完美 像上帝一样 像主耶稣一样 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如果哪个人说 哎呀我有增长 我活不出来 那个一定是他信的不真 信的不够虔诚 而且如果像这样的主就不爱我 这都是一些虚假的盼望 你会发觉这些模糊 扭曲甚至是错误的盼望 或者给我们基督徒的目标 经常让我们的信仰显得什么 愚昧 教条 然后呢 枯燥沉闷 特别缺乏跟我们现实生活的联系 让别人看不出 我们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差别 同时最可怕的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让很多的异端钻空子 来扰乱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信徒 所以我们需要警醒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那么上帝给我们的真正的应许 盼望 我们应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也一样 在重启信仰当中我们已经讲过 这里我再重复一下 第一个 生帝给我们的应许是 当每一个愿意来跟从耶稣 接受耶稣的人 我们要重生 圣灵会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而且我们的新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 向着耶稣长成那个声量 那个目标去进发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经文的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 以夫所书四章十三节 然后等到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 我们属他的人会复活 不是灵魂 是有形有体的复活 就像耶稣复活时候那个样子一样的 第三个我们得救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 而是主不单单是来救一个人 他要让整个世界完全的更新 天堂地都要更新 然后我们最后是与上帝在新天新地里 永远的同住 这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信息 而且你发觉在这里讲的一切的核心 他关乎的不是我 不是你一个人 他关乎的是我们 他关乎的是人类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现在我们的生活不再为自己而活 而是为耶稣而活 为我们的使命而活 而且非常的清楚 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 上帝的这个应许和盼望 是必定会实现的 当然不等于你我不用费力了 在信仰的道路上 我们还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 失败 甚至会跌倒 甚至 无论你我多么的努力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所处的环境 还是会恶化 这就是我们第一讲也提到过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给我们的告诫 在马太福音24章4到13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主耶稣亲自讲的话 他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将听见打仗和打仗的丰盛 注意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发生 但这还不是终结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 人要使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憎恨 那时会有许多人跌倒 也会彼此陷害 彼此憎恨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许多人 因为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 但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主告诉我们不要被疑惑了 当你我好像花时间参加小组 敬拜服侍 然后你看你的隔壁 隔壁老王 你那个不幸的那个朋友老张 人家又买房子又换车子 好像又去国外哪里里游 哪里又投资了 弟兄姐妹 你心里面会不平吗 你会不会问你自己 我在信仰上花了些时间和精力 值得吗 然后你再看看外面的世界 好像那么的不太平 你看好的那个政党 没有掌权 你以为那个伟大的 基督教的国家 好像正在衰落 你会觉得我们这群人 我们的教会在这里 好像宣讲信息 培训折腾 你觉得值得吗 有意义吗 我希望你的回答是值得 这不正是主告诉我们 他要回来的迹象吗 我们最终的盼望 是不是意味着 就快要更快地能够实现了呢 但关键是你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到时候耶稣见到你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说 你是我忠心的仆人 还是说 你离开我 我不认识你 主耶稣其实圣经也借着历史 其实告诉我们的同样的道理 叫我们不要看眼前的困难和挑战 坚忍到底的忠必得救 大家还熟悉以色列人 在离开埃及 在旷野里面 预备进入迦南地的故事吗 当时在巴兰的旷野 以色列人们 神教以色列人猜浅探子 去探一探那个迦南美地 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在那个时候 整个以色列民族很清楚地知道 上帝早就应许给他们的先祖 要给他们 迦南美地 一定会赐给他们 但是你发觉那些多数的探子 他们去了以后 他们看不到这个应许 他们没有盼望在他们脑子里面 他们看到的全是凶恶可怕的消息 那里的人长得多么高到 我们在他面前就像蚂蚱一样 敌人太强盗了 这些困难根本没法战胜 你看看我们这个样子 我们以前一群乌合之众 怎么打得过呢 最后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的的确确 进入了迦南美地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 当时那些没有抓住上帝的应许 关注眼前困难的那一代人 全部倒闭在旷野里面 而不看眼前的困难和挑战 抓住上帝的应许 坚忍到底的迦勒 约书亚和下一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最终进入到了应许之地 享受上帝的祝福 所以看到这些的信息 这些的故事 我想给大家最后三点提醒 我们要能够走下去 能够持久的更新改变 不是一时的更新改变 有些非常重要的实检的原则 第一个 我们要能够抓住 我们要能够认清楚 上帝儿女 基督门徒真正的盼望 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单单要听 听了以后你要自己去思考 是不是能够成为你心里面 真正的盼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单单要讲 我们要有小组要有讨论 我们要有反思 在我们的经历当中越来越去 真的这才是我的盼望 我的好工作是我的期望 上帝赐给我我感谢他 不赐给我 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信息 我应该怎么样调整 但是最终的 这个才是你我的真盼望 第二个 是我们不要停止在群体里面的生活 学习和称讨 这个圣经一直在告诫我们 不要单打独走 就连包括三位一体的上帝 其实跟我们启示的真理也是一样 那样连上帝本体 其实都是一个三个独立存在 互有关系的群体 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在群体里面 一起的生活 一起的成长 要养成好的习惯 你一定要有别人帮助 靠你的意志力 撑不了几天 你就会放弃的 第三个 当我们明白这些真实的盼望 我们就要能够去接受不完美 不要老是想着完美的事情 你要老是想着做天大的事情 乃是让我们能够专注 持续地把我们该做的小事情 把它给做好了 我想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一信主 我们总以为我们信主了 我们就应该表现得完美 不是这样的 弟兄姐妹 上帝按你我的本相接纳我们 并没有叫我们彼此去比较 所以一直告诫我们 不可纷争 嫉妒 只有比较才会产生 纷争 嫉妒 自卑 骄傲 这一切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去接纳 我们的不完美 接纳你小组当中的不完美 接纳你周围人的不完美 不要想象的 我们要成为一个乌托邦的教会 乌托邦的社区 乌托邦的小组 那个不真实 你早一点放下 你也会能够有平安 但是你以为要专注的是什么 把那些小事情做好 你是不是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 你读经的目的在哪里 你是不是能够稳定地去参加 要跟这个群体一起的成长 我们有一个原则 在我们静观门训的当中 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 细水长流 水滴石川 怎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更专注的是 每天你花一点点时间 但是有质量的时间 但是不要中断 一直 而不在乎你一天 比如说你灵修 你读经花个三五个小时 但是你硬着头皮 能够坚持个三五天 后面你又丢开了 三天打鱼 两天散了 那个东西不成 不能够帮助你 形成你的生活的习惯 而是你要细水长流 坚持在一天做一点点 因为你还有其他的生活 一点点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量变产生质变 水滴可以穿石 从英文来讲 我们要注重那些small 然后要注重那个quality 然后我们能够persistent 这是我们生命成长 异常重要的 最后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当你真的有盼望 有把握 你会发觉你对生活的态度和感受 经历会完全不同的 大家都熟悉乒乓球吗 因为这个是我们 是中国的国球 我像我们都 很多人都会打 我们也很喜欢 其实那乒乓球比赛 是非常激烈的 因为就是那么两个小桌子 双方你会发觉拼尽全力要战胜对方 非常的体育竞争 就是这样 但是大家你有没有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叫做张一宁 是曾经的这个世界冠军 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中国国拼的一姐 他得到过14个世界冠军 而且他的那个技术甚至说 某种程度已经不输难拼了 我很喜欢看他的比赛 你会发觉一种特别的感觉 因为他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 在很多对战当中 他其实有必胜的把握 他有非常好的心态 甚至你可以看见那种 乒乓球打那个比赛当中 竞争当中两个人那种frustration 你看不到的 那种好像原意的粗俗 你经历不到的 就像我们经常在那个网球场看到的 在这里看不到 你发觉他非常的镇静 甚至显出一种的大度 下面的一个小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大家都蛮喜欢的一个日本的运动员 就什么一下子我忘了 福燕爱 对对 福燕爱 就他和他的比赛 就是因为他的技术太强 虽然福燕爱也是日本一流的拳手 结果他打得基本上是 一个球他都赢不了 最后这位张明毅在发球的时候 故意让球 让对方输得不要太难看 让一两个球给对方 所以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大魔王 但是这不是说 他可怕是一种昵称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会关心到对方的情绪 会关心到对方的面子 所以他们就算是这样打球 及此的关系非常的好 我相信当我们看张一宁打球的时候 当我们也提醒我们 我们基督徒也一样的 当我们有了必胜的把握的时候 你会发觉 我们是的我们是需要继续努力的训练 培训 但是你我完全可以活出一种 与这个世界不同的方式 我们可以有平安 我们可以不急不躁 我们可以有恩典 有真理的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人和事物 我们可以有影响力 有喜乐 你发觉当你我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身就很自然地在履行我们的使命 让这个世界周围的人能够看见属上帝的人 上帝国度当中 那个令人羡慕的美好丰盛的生活 所以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让主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 我们要继续往前坚韧地更新改变 让我们把握盼望坚韧到底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这六周的时间 借着你的话语 特别是借着这个罗马书12章13章 这段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如何成为你的儿女 是需要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更新改变 不只是更新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更新我们的形式为人 你也更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更新改变学习 不只是一个短短时间内的事情 好像是我们考试当中的那种赶功课 乃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功课 你要带领我们的是走一条生命的旅程 而不是一个时间 但是祈求你 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得清楚 让我们的眼光 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期望上面 更是不要被那些虚假的盼望 所引诱 所诱惑 所误导 乃是牢牢抓住你给我们 在圣经当中 你向我们清清楚楚传达的 我们耶稣的门徒 该真正拥有的那个真实的盼望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信仰 是要讲求我们生命的成长 更新改变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 讲求的不是灵魂上天堂 那是在你再次回来的时候 我们有形有体的复活 我们的信仰不是关顾一个人的得救 一个人的蒙福 乃是关系整个人类 关系整个群体 关系整个世界被更新改变 让你的儿女 能够在新天新地里 与你永远的同住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这样的盼望 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激励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跟从你 为你做美好的工作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奉耶稣的名 Amen 下面是我们